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政治現金 假掌風波延燒 在被爆料他花4300萬選舉補助款 購紙雙版 監督目前都在榛版當中 而最新平面媒體報導 柯文哲大選後 領到上億元的補助款 個人補助款部分 有超過7300萬的現金 已經流入個人賬戶 除了這筆補助款外 專案小組清查經理後 更查出柯文哲透過 親信成立的木可公司 曾匯出一筆400多萬的專款 到柯文哲私人戶頭 來聽一下民眾黨發言人怎麼說 柯文哲的這個授權金呢 是把他的肖像權授權給木可 那這個授權金呢 也已經作為民眾黨的黨務 跟公益使用 那所以說這一切 都是有依照合約在進行 那所以我們認為 這是有人刻意在 我們開記者會之前 然後誤導社會大眾的風向 希望這種歪風不要再繼續 現在目前已經有捐贈給 相關的公益單位 而且也有在未來也會進行 相關的黨務再做使用 他們提到這筆錢民意是 肖像使用權 但是否藉由銷售競選小物 從中獲取個人利益 優待檢調進一步查明 不過吳宜萱解釋 這一筆柯文哲肖像權的授權金 一切都依照合約進行 現在這筆錢也被當作是 民眾黨務和公益使用 呼籲有新人士不要刻意帶風向 其他都會在29號的記者會上 對外說明 而柯文哲在大選之後 補助款總共獲得1.1億多元的補助 日前坦言是三分之一歸黨中央 不過專案小組也發現 其他的三分之二民眾黨 匯了三筆到柯文哲私人 三個不同戶頭 分別是2500萬兩筆 2300多萬元一筆 而柯文哲後來也買了 4300萬元的商辦 北檢將進一步清查金流是否是來自 選舉補助款